王智瑩 我問問一下 楊光圖是哪個 我剛就叫一百次 這個字是 好 我大概是 我猜啦 應該是只有沒有 包吼有點什麼 我一定要用麥克風嗎 要 我要錄影 要收音 好啦 因為我拿著麥克風就有點不太知道怎麼講話 平常在台上講話的時候其實不太會 我也不喜歡拿麥克風 剛剛兩分鐘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有講說 我今天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當一個普通人就是有多重要 然後而且是一件可以很驕傲的事情 好吧那這個事情其實要從大概 一年多以前快兩個 剛剛他都有講說我以前有來分享過 分享案房的東西 可是在更之前呢 第一次來交點兩分鐘自我介紹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創業失敗 同時也跟女朋友分手 如果那時候啊 那時候我講話的時候 就是不太願意講 可是那時候我的心情大概是這樣子 還是死掉算的 下輩子投胎 去澳洲 當山胡椒 每天還有比基尼美女圍繞著我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一年多 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尤其是那時候在講說創業失敗的時候 身邊就是 不管是舊的朋友還是新生事的朋友 就是每一個人都好像突然看到了一扇窗 還是一扇大門一樣 就很努力的跑過來 然後找我跟我要 開始替我分享說 你為什麼失敗啊 你少做了什麼東西 然後積極的展現他們聰明才一次 拜託不要 好 今天其實只是要跟大家講那個 三個短短的故事 那其實這些故事的道理呢 我相信大家也很容易明白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經歷了創業失敗跟同時又失戀的時候 我才開始真的去問自己一些 對我來說應該很重要 可是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是 就是我們一般社會認知的那個成功 到底是不是我們真的想要 是因為這個環境這樣子 每個人都告訴你說你要成功 你就是要創業 你就是一定要賺大錢 你一定要像賈博士 像比爾蓋茲 像什麼人 那在創業失敗的時候 那個的處境就是 現實的狀況逼著 我一定要問自己是 你沒有了名片跟存款的時候 你是誰 這個問題 我在那個當下才覺得很重要 就是 我跟人家講說 我是誰的時候 我有點講不出來 那時候沒有工作啊 也沒有存款啊 那我是誰 過去的我 又做了什麼 那現在我又做了什麼 然後仔細看一看就發現說 對我還真的蠻普通的 就是 打開信 就是Facebook打開信訊那一欄 就五項嘛 游泳跑步看書 聽音樂看電影 那 你說這些東西 很普通 然後就是 對 游泳跑步 連續當了三年的救生員 跑步 跑過一次半馬 沒有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很普通 跑極限馬拉松的都大有名在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那我到底是誰 這個問題其實很難 就是你現在還是要必須 很努力的去找你自己的答案 我才發現說 在這個過程才發現說 如果今天在場有100個人 就有100種不同的成功的模式 每一個人成功要到的地方都不一樣 只是你們的路徑可能會有些重點 那這個重點不代表說 你就非得走這條路 或是你就非得到別人到的那個地方 對 然後好 那後來 反正這幾年當中呢 因為你自己犯了一些錯 你就想要知道一些原因什麼的 當然也是有很多朋友 好來跟你展現他們的聰明才智之類的 那接下來又做了什麼 接下來 該是介紹魅影學院的時候 在場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魅影學院 有些人笑的 有些人笑的 大概聽過魅影學院 他是 對他的印象就是 搭訕 對嘛 搭訕 對不對 好 他剛才講說叫我不要介紹他 沒辦法 好啦 搭訕 搭訕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們在講的就是誠實方法 誠實方法要講什麼 誠實方法就是說 如果在搭訕裡面簡單的講就是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 你覺得他很有信義的 你敢不敢去跟他講話 舉例來說 好了 你好 紫月 我覺得你很有吸引力 對不對 在場這麼多的 我第一個就注意到他 對 我的表情雖然很認真 可是其實我是開玩笑的 對 可是在搭訕之前呢 搭訕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是 就是你在搭訕之前 你有沒有想過你真正喜歡的會是什麼樣的 嗯 這樣子講好了 可能 我們一般就是覺得宅男就是喜歡那種就是拍照 就是這樣子拍有沒有 然後 然後結果 網路上 Facebook 什麼地方 我們都看到這種照片 然後有一段時間 就很多人真的以為我們喜歡那樣的女生 對啊 然後結果搞得最後所有的女生拍照都這樣子 我不曉得 就是後來 呃 在 到了北部工作之後 就是 當然也會有很多機會認識這樣的女生 然後也跟他們相處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就真的發現 原來我跟這些女生相處不來 對 就真的相處不來啊 就是 我剛剛講說 欸你知不知道那個 周星馳電影 周星馳電影西遊的導演是誰 欸沒有人知道 劉振偉 劉振偉是幹嘛的 劉振偉就是演菩提老主那一個 就你偷了我的葡萄還剝老木那一個 對 他是劉振偉 劉振偉是誰的好朋友 是王家衛的好朋友 那為什麼他們是好朋友呢 因為當時 王家衛在拍中邪西族的時候 劉振偉是監製 監製要負責什麼 監製要負責找錢 那結果因為那個 王家衛他超出預算太多 劉振偉要負責找錢 所以他把原班的劇組人馬拍去 拉去拍了 東城西族 只用了47天 趕在過年前上映去補王家衛的錢 對 他們是好朋友 所以你就會發現劉振偉裡面 很多電影的橋段 都一直在養王家衛 對 我的興趣就是看電影 然後我發現 我沒有辦法跟這些女生聊這些 因為他們會用這種表情看著我 然後就變成說 嗯 怎麼辦 然後我講 我覺得好笑的東西 或是怎麼樣 他們聽不懂 所以在這之前呢 我們就先問自己 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那我要怎麼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是 在看 在那個 魅影學院裡面 有一個活動呢 從來不教大家算 叫做看穿講堂 看穿講堂在做什麼 看穿講堂在從 心理學的角度去告訴大家 你生活上的問題 該怎麼解決 在建立關係之前 你要先問自己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 很重要 好 對不起 然後呢 在建立關係之後 你要面對說謊背叛 然後還有一些謠言 大大小小的問題 你要怎麼面對這些事情 那 好吧 對 就是 經歷了一些錯誌之後 我決定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呢 用三點做結論 好 就是 第一個呢 真正的關係 是在你對一個人微笑 然後說你好的時候開始 不在你的手機上面 也不在你的電腦螢幕上 然後最後要用愛因斯坦說的 兩句話做結尾是 第一個 愛因斯坦說 沒有什麼是比追求不凡更明白的事情 那再來是 一個人的價值 是他能給予什麼 而不是他獲得了什麼 那希望大家以身為一個普通人為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